多倫多一名华裔男子被警方逮捕,他涉嫌向中国提供加拿大造船采购政策方面的机密情报。 加拿大王家骑警发言人珍·尼弗·斯特拉·查恩在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说, 这名53岁的王姓男子面临两项试图与外国实体联系的指控。 斯特拉·查恩说王家骑警星期四得到情报说, 这名男子正在录取行动,将机密情报交给中国。 他说,洩漏这类信息可能会使得外国了解到加拿大保卫领海和主权所使用的船隻的技术数据, 从而使得外国获得军事或者商业竞争方面的优势。 这位发言人说,这名星期六被捕的王姓男子唯一家船坡设计成包商工作, 不过他不肯透露这名男子要向中国提供什么的具体情报, 只是说公共安全未有受到威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